大家好,我是佛明星 那这节课的话呢,我们将继续的去给大家讲解一下 Jungle里面的聚集查询和分组查询 那聚集查询和分组查询的话呢 在我们很多的实际应用场合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知识点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些例子 就是准备了准备了一些例子 然后我们待会通过这些例子呢 去了解到这个聚集查询和分组查询 怎么去做 那在正式的去开始这个例子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呢,也是QRESIT 它的API里面所提供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Alanetate,一个是Agrate 那这两个,这两个 我们待会会用到 那特别是红色的这个标注的地方 好,你们主要把这两个记住就可以 Agrate呢,是用于聚合查询 Alanetate是用于分组查询 好,然后除了这两个函数之外 然后在Jungor里面呢 还提供了一些聚合函数 聚合函数 那这个聚合函数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JungorDB Modules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下面 那比如说AVG,对吧 那去求平均值 Count去求数量 好,Max呢去求最大值 或是min去求这个最小值 Sum,我可以去求一个总和等等 好,这是我们要先认识的几个函数 那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例子 那因为我们在去做这样的一个聚合查询 和分组查询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数字的信息 所以在我们原有的这个Model里面 没有合适的这个数字的指段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临时需要去增加一个价格的指段 在Book模型 就在我们的这个书籍的这模型里面增加一个 Price,好,价格 好,增加一个价格的话呢 假设是一个第3模 小数的指段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指段的话呢 我们设置它 总共数字可以达到5位 数字可以达到5位 好,然后小数位 好,可以两位 好,小数位呢 可以两位 好,所以 好,所以这样去声明之后 我最大的这个数字呢 可以是比如说 999.99 就类似这样子 总共5位数 当然包括这小数 小数位 然后小数位呢 占两位 所以前面呢 可以三位 大概是这样子 好,我这样把这个字段给它声明好了之后 好,声明好了之后呢 我们呢 要同步一下数据库 好,要迁移一下数据库 好,我们使用这个make-maggressing的 把数据呢 迁移同步一下 好,因为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添加了一个字段 好,所以它要生成这个添加字段的脚本 所以我们先make-maggressing 那在make-maggressing的时候 这个地方出了 它有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的话呢 大家不要看 好,这个提示是一个正常的提示 它就是说 我们添加的这个字段 我们添加的这个字段信息 因为添加了这个字段 但是呢 在原有的这个book表里面 书籍的表里面 它是已经有记录的了 然后我们添加的这个字段 要怎么去处理它原有的旧数据 你是给原有的旧数据 去给一个初始值 对吧 还是返回到这个module里面去设置一个缺省值 所以它这个地方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给原有的数据 给一个给一个默认值 第二种方法就是退出来 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字段声明增加一个defat 就是缺省缺省值的这个这个值 给一个缺省值 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缺省值 就是默认值 那比如说我们书的话 假设默认都是 书假设默认都是10块钱吧 那10块钱的一个价格 好 那这样设置好了之后 我再去make my关系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提示那个错误了 看到没有 因为我有缺省值了 所以它会把原有的数据 默认给它插入一个10 好 然后我再执行一下migrate 好 执行一下migrate 那执行成功之后 执行成功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表里面呢 我看成功没有 好像有点卡住了 执行成功之后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表里面呢 就应该能够看到 添加的价格的字段 稍微等一下 我现在电脑好像卡住了 执行完了 刚才好像是卡住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价格的字段的信息了 对不对 价格字段的信息 当然我刚才添加的这个价格字段的信息 都是 按照10 对吧 默认之是10去给它添加的 所以 这个地方看到的全是10 我们可以把它改一改 比如说这个是 99 然后这个呢 是 35 好 这56 随便改一改 70 加上这是27 好 我们这样给它改了之后呢 把它提交一下 好 提交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信息 现在就有这个价格的信息 好 那有了这个价格的信息之后 有了这个价格的信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子 查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了多少本书 出了多少本书 那我们要去完成这个例子的话呢 完成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注意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shell 这个shell 我应该要把它重新退出一下 因为重新退出了之后 我们刚才添加的那个字段信息 才在这个shell里面 才会生效 就是退出之后再进来 不然的话 我们会找不到那个 找不到那个价格的字段 所以我们要先退出一下 然后重新再进来 好 进来之后 好 进来之后 我们去查询一下 publish.object. 这个词 广东人民出版社 fiat name等于 广东人民出版社 好 总共有多少本书 这个出版社总共出了 出了多本书 我们先看一下 它其实总共只有一本书 对吧 一本书 我们这是fiat查询出来的一个结果 fiat查询出来的结果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之前有学过一个方法 就是query set里面有一个API 好 这个API的话呢 还不是一个聚合函数的API 对吧 它是query set自己提供的API 我们可以通过Count 通过Count去查 对不对 Count小写的 它是一个小写的Count 那这个地方能够查询的 对吧 它反映的结果是1 反映的结果是1 但是啊我们要用到的这个聚合函数啊 我们要用到的这个聚合函数 和我们用的这个Count 还不一样 不一样 没有i great 那用i great之前 我们需要先去把它的聚合函数 先导入进来 先导入进来 这个是在将果dbmodels下面 所以呢 好 这地方还是import新啊 把这几个 把他们的这个函数 全部给它导进来 导进来之后 好 那我这时候不用Count 好 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i great的方式 这个i great的方式呢 里面就有Count啊 注意这个Count就和那个 Creatset 刚才用的这个Count 不一样 刚才的那个是Creatset的 一个API 一个提供的Creatset 提供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在 将果dbmodels里面提供的一个方法 好 Count 好 通过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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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能够去得到 它的一个数量的信息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查询 结果 它的一个数量是多少 数量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返回了一个 返回了一个字点 那它这个字点的键呢 是字段下方向下方向Count 好 然后呢 以及一个结果1 好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给它取一个别名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MyCount 好 那这个MyCount的话呢 这样它得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名字 而不是呢 它默认的这个名字啊 好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好 这是第二一个 第二个 那第三一个 那第三一个 查询湖大海 出的书的总价格是多少 好 那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不能用Coreaset的API了 它没有提供 就是去求总价的方法 Coreaset里面没有提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聚合函数 就要说 求总价 求总价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对价格求和 所以我们会用到SUM 我们会用到SUM 然后书的总价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从这个book 这个module里面去做 一个查询 好 那Filt的条件呢 Filt的条件呢 是作者的名字 对吧 好 记得我们这地方多表查询 好 名字是等于 湖大海 好 然后呢 I great I great get 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 SUM Price SUM Price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湖大海的一个书的总价 好 就是他自己写的书的总价 总共是252块钱 好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核对一下 是不是这么多钱 好 我这地方就不去核对了 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是第二个对吧 第二个 第三一个 好 第三一个 第三一个的话呢 就是要去 在看第三个之前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他生成的sq啊 生成的sq 其实在 在我们这个地方 去生成的sq里面 你就会看到 他在sneak的时候 其实用到了 我们sq里面的 一个sum的函数 对不对 好 包括前面在生成 这个count的时候 他也用到一个count的 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countsum 还有像max min 那这些函数的话 我们统称为聚合函数 啊 聚合函数 好 然后聚合查询 就是在一个查询语句里面 如果是出现了聚合函数的话 我们一般就称之为聚合查询 聚合查询 所以我们这个iGrate的话 他专门就是去做一个聚合查询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OK 好 然后第三题 好 第三题 好 第三题我们是查询单个作者 对吧 胡大海 他的书的总的价格是多少 那第四题的话呢 哎 第四题的话就不一样了 是要查询每个作者 好 就是各个作者 他的书的总的价格 那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光用Agreate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地方要用分组 啊 我们要用分组啊 要用分组查询 同样还是 应该是要去查询一个 书的总价的信息 对吧 书的总价的信息 好 然后分组的条件 分组的条件是什么了 作者的名字 对不对 作者的名字 所以我把分组的条件啊 注意这个Values 就是一个分组的条件 在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当成一个分组的条件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Agreate 我们要用着这个Agreate 这个Agreate的话 我们可以去 做一个 分组查询 好 分组查询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好 是这样去写 好 这样写了之后 然后我回撤 好 回撤看一下 好 回撤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查询到了结果 把每个作者的 书的总价全部查询出来 比如说 福大海 252 好 网里码 97 好 郭德纲 62 对吧 把这三个作者呢 做了一个分组 然后把他们的价格 分别写出来 那再注意 我们使用Agreate 去做一个分组查询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生成的SQL 其实是一个 group by的语句 对吧 group by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SQL 语句当中的一个分组查询 对不对 分组查询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留意 而我们使用Agreate的时候 我们使用Agreate的时候 它只是使用到了句号函数 但是没有用group by 看到没有 没有分组 没有分组 所以 好 所以这个Altate的话 我们 要用 用 把它用在分组查询 就是有分组查询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用它 用它 OK 那再来看一下第五个 那 各个出版社 各个出版社之间 最便宜的书 是多少 所以 这个地方要插出版社 所以这个地方的分组条件 就变了 注意 这个values 这个values 可以当成分组条件的 就是在Altate前面的这个values 它会当成一个分组条件 去进行一个查询 所以我这个地方把分组条件一变 对吧 原来是作者的名字 现在变成了出版社的名字 然后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不是去求上 不是去求何 它是要去求最便宜的书价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求最小值 对吧 求最小值 OK 好 所以回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 我们的出版社进行了一个分组查询 然后求得到了它的最便宜的书的价格 比如说安徽大学呢 最便宜的是99 北京出版社是35 OK 好 这个你们自己去核对一下 是不是这样 OK 好 同样也是一个group by 对吧 group by 好 这是 好 这是这一节课的一个例子和内容 例子和内容 当然这两个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技巧 还有很多的技巧 那我们在这节课呢 讲不完 我们在直播课里面 到时候再会给大家去提供一些练习 然后让大家呢 把这一部分的知识掌握得更牢固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课里面 多留意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